接下來想問問大家囉 你們會用電子鍋的內鍋來洗米嗎 有網友在網路上就分享說 使用電子鍋的內鍋洗米 結果男朋友看到了 居然就問他說 這樣子的方法不是會傷害內鍋嗎 但他反駁說洗米不會傷害內鍋啊 男友還是不聽勸覺說 這樣子的做法就是會傷害內鍋 兩個人還吵架 好 到底會不會傷害內鍋呢 內鍋可以洗米嗎 日本電視台就製作了專題的報導 業者都表示 使用電子鍋的內鍋洗米 只要不拿尖銳的物品來攪拌 用手洗的話是沒有問題的啦 所以如果您家也是用電子鍋 用內鍋洗米 其實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茶葉蛋 茶葉蛋到底一顆多少錢啊 好 有人說8塊 有人說10塊 甚至可能會有比較年長的朋友說 當年只要5塊錢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看囉 所掌茶葉蛋一顆18塊 很多人負帳的時候嚇了一大跳 一顆茶葉蛋是要這麼貴喔 要18塊喔 他就上網發問了 如果18塊的茶葉蛋 大家會買嗎 有人說其實也不是買不起啦 只是覺得說這個價格 好像有一點太貴了 不過也有網友說 18塊的茶葉蛋 是不是會比較好吃呢 也會拿來試試看啦 如果好吃的話 未來會再購買 如果不好吃 那麼下一次 沒有下一次了 所以大家您會買嗎 會的話也可以在我們的聊天室 跟我們來做互動來留言 緊接著這個消息讓人看了 實在好生氣 前天有民眾通報 自家的貓咪 在陽台曬太陽 結果居然有人開槍 攻擊他的貓咪 當下喔 這個小貓貓好可憐喔 頭部中彈 在地上痛的翻滾 而今天上午警方找到了 開槍的嫌犯 是一名建築師 這個建築師的家裡頭 還被搜出了 一些很可怕的物品喔 像是有鉛彈 鋁彈 而建築師就說 他平常就是喜歡打小鳥啦 打小動物啦 虐貓行徑 已經違反動保法了 他自己卻認為沒有錯 目前這名建築師 已經被依法送辦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是 台灣人到餐廳喔 用餐的時候 特別是跟親朋好友 大家都會搶付帳嘛 啊這一餐我付 但是大家就會把這個帳單搶過來 搶來搶去 在這個櫃台前拉拉扯扯 其實這種畫面經常看到 大家也就是覺得沒有很稀奇 最後不管誰搶贏 反正都會付錢嘛對不對 但沒有想到呢 這一單不一樣 現金700多塊的餐費 大家你搶我搶 你搶我搶 搞了半天沒人付錢 讓老闆覺得 你們剛剛是在演戲嗎 是不是想吃霸王餐 櫃台前搶著付帳 你推我我推你 夫人說這比我來 男子說我付就好 四個人拉拉扯扯推托拉 看到老闆好尷尬 到底這飯錢跟誰收 可能他會回去拿錢包 還是幹什麼 應該是忘記了啦 是你還是他 沒想到就在這一陣拉扯之中 3700多塊餐費 老闆竟然最後一毛錢 都沒收到 老闆說 當下以為對方 要回座位拿錢包 沒想到一轟而散 一桌七個人 通通離席 沒人付帳 原來這群人是要來看 螢火蟲 像是暗夜之中的璀璨 但寶石閃閃發光 南投小半天 螢火蟲大爆發 山林之間點點螢光 吸引了大批遊客 一同情新郎 他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希望說 用會的也沒關係 來南投小半天 賞螢火蟲餐廳吃飯 卻吃了霸王餐 店家說 相信客人不是故意 搶著付帳 最後變成沒人付帳 假使看見新聞報導 只要補上匯款 不會介意 記者曾偉強成功 任務紅心 南投報導